5月30日至6月4日 中国女排将迎接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 日本名鼓战的考验 缺少了绝对核心的中国女排 能通过去年的锻炼以及今年的集训 再加上新人的加入有所改变吗 虽然让人充满了期待 但就自身实力而言 本战比赛无论对阵巴西、德国 还是与荷兰、日本交手 中国女排若想取得连胜甚至力争小组第一 恐怕都不容易 中国女排的四场比赛时间 分别是5月31日17时 对阵巴西女排 6月2日12点10分 对阵德国女排 6月3日14点40分 对阵荷兰女排 6月4日18点10分 对阵东道主日本女排 巴西队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 也是东京奥运会 去年试联赛与试锦赛的亚军获得者 中国队与之交手胜出的概率较小 德国女排相对而言实力要差一些 拿下这场比赛没有悬念 虽然荷兰女排也经历了换血 但也具备强劲冲击力 胜负5-5开 日本女排最近与巴西女排交手 收获了一场大胜 中国队很难在对手的主场击败对手 首战比赛对于如今的中国女排而言 是就是艰难挑战与考验 蔡斌派出什么样的主力阵容 云场派谁替补上场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的首发没有多大悬念 既然以去年试联赛班底为主 那么首发七仙女也就宣告出炉了 主公李盈盈 王云露 副公王媛媛 袁新月 接应公祥宇 二传凋零宇 自由人王梦杰 基本会锁定首发 其实既然想要培养年龄新人 不如给替补球员表现机会 众会的大力跳发具备一定冲击力 可以试着让她替代王媛露 杨涵玉在去年试景赛上的表现 不亚于王媛媛和媛新月 蔡斌其实完全可以让杨涵玉首发登场 至于接应也可以让郑益新发挥自己的跑动进攻 毕竟公祥宇在对手世界级的防守面前 想要突破也不容易 何不主动求变呢 在此之前 蔡斌曾明确要加强副公求人的进攻任务 只是不知道与副公配合一直不佳的 刁铃宇能否执行好战术 一旦效果不佳 与刁铃宇配合较好的郑益新 也可以改回老本行重新在复工位置出战 同时也可以让杜清清在接应位置充当骑兵 因为杜清清的身高有优势 同时杜清清与郑益新 王媛媛 李盈盈 曾在2018-2019赛季排超联赛决赛 有过不错的合作经历 因此蔡斌在排兵不振时 大胆一点的话 或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毕竟对手对于中国女排的主力阵容 已经相当熟悉了 替补球员或能打乱对手的节奏 当然无论蔡斌如何辨证 都要以李盈盈为进攻核心 她也是目前这只中国女排 进攻实力最强的球员 不过一旦李盈盈被对手限制住呢 多打复攻这一点 在经营位置进行人员调整是难免的战术 因此不妨直接改变固有首发 从而打乱对手制定的战术 中国女排的主力阵容 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蔡斌敢于让替补球员放手去拼吗